美国发布了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清单 对我国约500亿美元出口产品上调25%的关税 正式宣告打响了中美贸易战 我国霸气回应 迅速强势反击 公布了对自美进口约5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对等措施 并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 一来一往之间 熟胜熟腹排位间分晓 但作为贸易战的发起者特朗普 却开始耍起赖赖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6日称美国没有打贸易战 希望能解决贸易争端 是他宣布对我国500亿美元商品增加征收关税 也是他要求美国贸易代表 考虑对我国追加1000亿美元关税 亲手挑起贸易战的序幕 转眼间就不认账 这种鬼话能骗得了谁 不过 让特朗普认怂 显然是我国的反制措施达到了美国的七寸 在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 有一项是针对美国大豆的 我国种植大豆有4000多年的历史 主要用于榨油、养殖等产业 所以大豆对于我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在美国阴险操作下 我国大豆种植业急剧萎缩 几乎彻底沦陷 2003年我国派出大豆采购团到美国采购低价大豆 美国操纵大豆价格 制造大豆价格大涨的假象 又偏采购团签下巨额合同 然后又将大豆价格压到冰点 结果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在这一涨一跌之下成本极高 在与美国大豆加工企业的较量下彻底败下阵来 外资承虚而入 收购了前十大家工企业中的酒家 外资控制的加工企业只用进口大豆 紧接着我国豆农遭遇惨重损失 从此大豆产量就一蹶不振 对美国大豆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 可以说美国这一波操作 让我们的大豆产业链受到严重打击 这次我国冒着大豆价格上涨带来的食用油 猪饲料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风险 毅然决然对美国大豆征收重税 虽然老百姓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在找到进口俄罗斯大豆替补的方案下 我国市场很快会稳定下来 而美国豆农将遭受严重打击 在资本逐利的天性之下 美国豆农遭遇损失后必然会改种其他农作物 美国就会失去控制了十多年的我国大豆市场 它苦心故意编织的粮食战略就可能毁于一旦 特朗普雄心勃勃要振兴美国制造业 这次对我国出口的平板电视 医疗器材和工业机械等加征关税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一些 开在海外的工厂搬回美国本土 以实现它的竞选诺言 可这样做对美国企业来说并不是好事 由于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 许多工厂卖的只是创意和设计 由他国生产 不消耗自己一点资源 就能赚走大把金钱 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在我国生产的 但我国每生产一部手机盈利仅几十元 苹果公司将我国生产的手机 以出口的形式卖给我国消费者 传手就卖出数千元的高价 使苹果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 这样的公司在我国不止苹果一家 大部分美资企业都是用这种模式来赚钱的 如果贸易战进入白热化 这些美资企业不可避免将受到影响 这是美国资本家都不乐意看到的场面 在美国资本主导政治走向的国情下 特朗普必然会受到政治上的致命打击 因此 特朗普认诵的背后 很可能就是因为触碰到了资本家的蛋糕 受到抵制而被迫妥协 但他想利用贸易打压 唯独我国的心却始终是不会变的 这次任总必然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对此 我们不能一一时的胜利 而放松对美国的警惕 说到底 只有自己发展强大了 面对强权才更有底气说不 谢谢大家 再让我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